阿富汗人民撤离现在大部分都是做美军的运输机 而飞航当中我们搭的民航机里面 你有没有碰过在机上闹事的 其实对于飞安是有高度的威胁性 因此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公布了最新的惩处细节 它针对34个严重违反飞安不守规矩的乘客群 开罚美金53万 总计破新台币1400万元 而美国航空公司也开出第一枪 以后要延后提供机上的酒精类饮料 全美的机场也考虑是否不再准民众外带酒精类饮料 这些问题美国的航空总署将以零容忍的方式大开闸 而美国国会觉得在飞安上闹事的人应该关进监牢 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规定 以及几个开大闸刀的案例 男子搭飞机情绪失控 不停挥拳最后被五花大绑抬下飞机 不过在飞机上不守规矩的人 下场就不只被赶走而已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FAA 最新公布机上行为不检的案件和罚款细节 包括动手殴打其他乘客 或是威胁杀死机组人员 一共34人罚金超过美金53万 约合台币1490万元 其中被罚最重的个案金额为4.5万美金 约合台币126万元 这名乘客不但将行李砸向其他人 躺在走道上耍赖 还抓住空腹员脚踝 把头靠在对方裙子上 造成搬机本该从纽约飞往奥兰多 被迫改在维吉尼亚州紧急降落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FAA 从今年初开始实施零容忍政策 署长迪克森曾表示 几乎每个星期执法部门 都会被通知到某个机场 处理乘客不守规矩事件 甚至有空服员因此受伤 但这些乘客往往被带到警局讯问后 就释放 没有遭到任何起诉 在迪克森的铁腕之下 美国FAA今年累计已征收 超过一百万美金罚款 在执法人员介入处理前 第一线的空服员是最惨的 在不伤害乘客的情况下 最后的极端手段 往往是拿胶带将乘客绑在椅子上 但这种做法也引发争议 从今年一月起 美国FAA接获超过三千八百件 机上闹事案 但调查后真正遭到惩治的 只有120件 美国国会认为这还不够 呼吁FBI介入将这些人关进监牢 此外这回公布的34件开罚案 其中22起都是违反口罩令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SA18号才宣布 将原本9月中到期的公共交通 强制口罩令延长到明年的1月18号 代表全美17家航空公司 5万名空服员的美国空服员协会 立刻举双手赞成 因为光是今年违反机上口罩令的乘客 就多达2867件 美国空服员协会与其他相关产业团体 联合敦促官方针对机上不受规矩者 处于更严重的罚则 美国FAA已经进行沟通 将减少机场内酒吧和餐厅 允许乘客外带酒精饮料 此外美国航空也开出第一枪 宣布将延后提供机上酒精的饮料 直到明年初口罩令解除 希望能维持机上秩序 减少脱续情况一再发生 TVBS新闻综合报道